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校长的精神抖擞 眼睛明亮 声音更是洪亮 偶有小朋友声音太小的 他总不忘再提醒一句 大声一点 要让校长听得到 不管到哪里 简校长一定坚持 一日之际再渔成 从小在玩伴中 简校长就拥有孩子王的外号 小学六年当班长 当到怕了 当年还请求妈妈 提着家中自产的鸡蛋 托老师 不要再让我当班长 在简校长小小的心目中 直觉地认为 当老师是很神气的 因此 在我的志愿中 当老师一直是简校长的梦想 我自己的设定 我并没有一定要当校长 可是我很小就觉得 当老师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我小时候 有我哥哥的一个老师姓林 我的老师姓赖 那这两个老师影响我非常的深 所以我小时候就说 当老师很不错啊 家长很尊重啊 然后学生很尊敬他 还有我小时候 玩伴在玩家家酒的时候 我都是当老师的 他们就说 那你就来当老师吧 所以从小就觉得说 当老师很不错 很小我就想要当老师 直到我自己考上了诗专 我也考上教育女中 我自己就告诉我爸爸我要读诗专 我爸爸说 你喜欢当老师读诗大也可以啊 可是那时候不知道什么观念就告诉我说 我不想考大学 所以我就直接去读诗专了 不断地想突破 是简校长的人格特质 所以 在教了十一年书 其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之后 突发奇想的 想再进修 而考进师大教育系的夜间部 四年教育行政课程的洗礼 师长的指导 同学的切磋 让他有勇气 接受行政工作的挑战 简校长感谢这些曾经陪伴 教导 提息 鼓励及成就他的贵人 有了这些资源的帮助 成就了成千的优秀校长 在各个角落继续培育更多的主人哦 我的个性使然吧 我就是做什么事都很精心经历 然后总是想尽各种办法要讨好学生 让学生觉得很开心 那每件事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就常会听到我们的同事就说 他很认真 他就是想要搞校长 可是我不觉得 我就是觉得说 我做什么事都要认真 别人只要有吩咐 校长或主任有吩咐 都说我尽力去做 可是慢慢的有一天 自己有机会考上了研究大学 因为师专还没有算大学嘛 我考上师大业间部的时候就想 也许我可以用这样的能力去考考主任 所以就这样走上主任的路 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地 当上校长 那当校长跟当老师 我觉得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也就是当老师 你可能只要把自己班级带得很好 就够了 当校长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的挑战 简玉林校长在静兴中小学 担任了十一年的校长 在老师们的心中 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钻石级的学习榜样 打从我第一次来静兴的时候 我就觉得校长是一个非常有气质 而且讲话非常好听的人 所以呢我进了静兴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跟校长学习一般 从各式各样的晨会 在教师会议当中 我从校长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印象最深刻的是 校长他曾说 每一位校长的每一位学生都是有潜力的 尽管他在学习方面也许表现不佳 但是经过我们用心的在背他 相信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校长每天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做为我们的榜样 那我们在这边也得到校长很多的支持 教学专业上的一个肯定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建议及照顾 那我们也跟着校长一起获得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奖项 所以呢这是我心目中这个一个教学上面的巨人的一个简校长 爱是无远福建 它可以让玩时点头更可让冰雪融化 清兴中小学的简玉林校长在教育界服务超过了四十年 他观察到零用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这是孩子开始学习支配个人资源的第一步 是他们摸索独立性的关键条件 平常就要有计划 等到你要用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伸手就有 所以我会觉得有些家长不给孩子零用钱 那我就会跟家长沟通说 你孩子到了有自主能力的时候 他会开始有预望 他看到别人有他也很想要有 所以我会想说从小如果给孩子有一些能力去安排自己的零用钱的话 长大以后他就不会有这种非分之想 可能他就是满足了他的支配的欲望 因为每个孩子跟我们大人一样 都会有某些想要自主去支配东西 对那我就想说 你目前的确是有必要 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然后你要用心 只要你有心有这个意愿 你都会搭闯 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过的东西 所以我常跟我们的孩子分享 就是信心是很重要的 目标也很重要 只要你愿意你一定做得到 我们就有一句口号叫做 我相信我一定做得到 随着岁月成长 回首过往 有得有失 青春虽在绿板 摆笔间渐渐消逝 但心智却不断地成长 这一段路是多么的有意义 我将继续往前 我将继续往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